哈囉大家 這次那些系列要來聊聊動漫中身高不是特別高的角色 這些角色雖然不高 但他們在故事中的存在感卻是數一數二的 影片內容會在160公分到169公分中 各自選出一位代表角色 一共有哪些經典人物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囉 160公分代表晉級的巨人李維阿卡曼 說到來 我是說不高的角色 相信我們的冰獎一定會是大家前幾位想到的對象 冰獎也不枉費他矮隻巨人的綽號 身高就這麼剛好的是160公分 跟其他角色站在一起卻有那麼一點可愛 雖然不高 但不影響他在巨人中的影響力 不管是戰力、魔略、統帥的能力都在故事中前幾的 冰獎在殺巨人時特別是殺猴的場面也是故事中的經典 值得讓人一看再看 不會是人類最強士兵 這樣的冰獎絕對夠資格單純我們1米6的代表 除了冰獎外排球的溪谷在故事尾身身高也是1米6 但冰獎實在是太經典了 只能忍痛割愛 161公分代表 紫柔蘭永和花園 威爾利特、伊布加登 在選人選時我都是以男性且高中生以上為主 畢竟161公分對女性來說不算太矮 那為什麼威爾利特會出現在這呢? 因為這裡沒有其他人選 跳過也很怪 只好請威爾利特來代打一下 雖然是女性 但威爾利特的戰力是故事中頂尖的 號稱戰爭武器的她 一門就能幹班整支隊伍 與外表不相符的戰力就是她讓人懼怕的地方 讓威爾利特來擔任161的代表相當合適 如果你知道哪些161的高手被我漏掉的 還請幫忙補充一下喔 162公分代表 東京萬復仇者 左野萬次郎 這個詞卷代表我想了好久 最終還是挑了我蠻喜歡的Mikey Mikey雖然不是東萬的主角 但他在故事中的戲份相當吃重 能夠作為一個團隊的首領 Mikey的領袖崩盼技能一定是點到滿的 但除了這點外呢 Mikey的戰力也是故事中數一數二 想要看到Mikey打輸 抱歉目前進度還沒發生過這種事情 不管對手是誰 Mikey都會靠著逆天的提及打發對手 因此得到了無敵的Mikey的稱號 當然Mikey讓大家最喜愛的地方還是他的個性與身高上的反差 個性不是這次的主題就不提了 身高只有162的Mikey 站在大家的身旁是不是顯得特別嬌小 但一點也沒有影響到他的存在感 光這樣就值得讓我把162的寶座讓給他 至於其他162的好手還有鑽石王牌的亮界 史上最強弟子建議的馬劍心 鑽石王牌是我滿常更新的項目 沒人讓阿里基出現在支部影片中感到非常惋喜 而馬師傅也是建議中我特別喜歡的師傅 這兩位都非常棒 愛與明兒有限 只能忍痛割愛 163公分代表 從缺 這個尺寸我查到的角色並不多 只有一位 就是我們的彈智巨人阿爾敏 但我覺得身高不太算是阿爾敏的特色之一 而且到了Final篇章他也長高到了169 想說與其再一位角色進來 倒不如將這個位置空出來比較恰當 161的維爾利特就當作是我的師兄吧 如果大家心中不錯的角色我沒注意到的 還請幫忙留言補充一下喔 164公分代表 排球少年日向翔陽 這個尺寸首選一定是翔陽 排球是一項比高度的運動 對於高的選手來說一定比較吃香 但我們的主人公翔陽並沒有那樣的高度 他能夠與這些選手比拚的就是他的體力 彈力與勝利的執著 原先對於翔陽抱持疑慮的人 只要看過他非常的樣子後 就會對他大改觀 排球換個角度來說就是翔陽成長的故事 看著他從原先的歷史慢慢靠著努力 成功展示高配的樣子 這組也讓他成為164的代表人物 雖然翔陽在故事的尾聲中長高到172公分 但故事的核心時期還是在164 所以將他放在這裡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其他164的好手還有鑽石王牌的吹噬 七龍珠的背吉他 這兩位也是表現非常突出的角色 只是經過思考後 我覺得還是選翔陽比較適合 165公分代表 鋼肌煉金術師 艾德華埃莉克 說到不告的角色一定要提到艾德 艾德在故事中除了是煉金術的天才外 他最常被拿出來討論的就是他的身高 號稱165公分的艾德 這個身高其實有包含頭髮翹起來的部分跟鞋子的厚度 所以實際身高可能不到1米6 但為了尊重當事人我們還是算他165 在故事中艾德非常在意別人討論他的身高 只要一聽到小豆子、矮子等字眼就會暴走 所以在看鋼鏈時時常會因為這點被艾德逗得很開心 回到他的戰力身上 作為鋼鏈的主角 戰力自然一定不能落 特別是電金術這種需要同腦輔助的技術 他更是各種翹楚 所以由他來擔任165的代表絕對適合 其他165的角色還有光束魔面俠21的賴娜 與史上最強弟子劍一的劍一 這兩位在自己的故事中也都是非常強的高手 同樣也都是矮冬瓜 只是艾德真的太經典了 所以165的代表還是選鋼仔 166公分代表 火力雄學院綠谷初九 166查到的角色只有綠谷而已 但以他的身手要成為這尺寸的代表是沒問題的 從無個性到OPO1繼承人 綠谷一路走來經歷了多少苦 變得有多強 我想有看我硬的觀眾都知道 隨著實力不斷在增強 綠谷的身高也是沒有特別突出的改變 來看我們A班三巨頭一字排開 就可以發現綠谷真的很嬌小 雖然故事中很早在強調綠谷的身高 但這也是綠谷比起其他人更有親和力的地方 應該算是吧 如果大家還知道哪位角色也是166的 歡迎再幫忙留言補充一下喔 167公分代表 烏龍派出所兩金勘集 如果今天要舉辦地球最強的男人 第一名獎金是1億元的話 那冠軍高機率是兩金 我想這點大家應該都不會否認 有看烏龍派出所就知道 兩金只要扯到錢 不管是體力、腦力都會瞬間增強好幾倍 要不是因為太貪 他現在早就勢大富翁了 而這樣的兩金站在中川跟栗子的身旁顯得特別嬌小 因為他只有167公分 雖然167不算是特別矮 但又歸裂在矮也說了過去 由地球上最強的男人來擔任這尺寸的代表 絕對沒問題 同樣的大家有知道其他人選也可以補充喔 168公分代表 灌籃高手 宮城良田 快要到了影片尾聲 動漫番的王者 灌籃高手終於出來了 而我們香北高中的主控 宮城也是這次的主角 籃球同樣也是身材高大的人比較吃香 但還是有小個子可以在籃球場中活躍 宮城就是最棒的代表 相信跟我年紀差不多的觀眾 小時候一定會將宮城視為學習的對象 長得又帥又帶著耳環 在當時根本喬到不行 那球場上的宮城的特色又在哪裡呢 身高只有168的宮城在球場上想要生存 無疑就是靠他的速度 基本功以及球隊節奏的掌握 雖然不一定是球隊攻擊的首要選擇 但光是想像宮城是這群有豐富個人色彩球員的指揮官 就能體會到他的強大 也讓他在擁有許多優秀控球的神奈穿線裡 卡到一個席次 同樣尺寸的高手還有影子來球員的黑子 黑子一樣有他厲害且與數不同的地方 但今天籃球的前輩宮城都出來了 最佳168的王座由宮城拿下絕對是實至名歸 160公分代表 排球少年新海光來 來到了160區間內的最後一位 這個位置我的選擇是排球的新海 雖然對比同故事的翔陽 新海還算蠻高的 但如果將格局放大 新海也面對到一樣的問題 就是要在一群高個中想辦法生存下去 這樣的新海做到了全方位的表現 不僅擁有技能的彈跳力 在發球、籃網、接球方面都是超高水準 基本上就是翔陽的完整版 但後期的翔陽也成功長出了其他技能 新海雖然不太喜歡別人在她的身高上做文章 但卻很喜歡大家看到她表現後驚訝的神情 在故事的尾聲中 新海的身高也長到173公分 同理翔陽 排球故事的主軸是下高中時期 所以169的代表 由小巨人2.0的新海拿下是最佳選擇 其他169的角色還有家庭教師的雲雀 雲雀在家庭中的戰力也是數一數二的猛 但在身高上面的琢磨就少了一點 所以最終我還是選擇了新海 好啦 以上就是160公分到169公分的代表 當中的人選主要都是以男性為主 年紀也盡量都超過15歲 想要這樣比較公平一點 至於說到矮個子的角色 大家比較常聽到的 像是六個白書的飛影 死神的日番谷 神鎮闖江國的劍心 獵人的飛毯等人 他們都是1米6以下的選手 所以就沒有列入其中 那為什麼影片不乾脆做150到169呢? 因為影片可能會太長 感覺會很累 如果這部影片會想不錯 之後會再補齊160以下 甚至製作190以上的特輯 有錯的話大家可以再回來看看 關於上述內容的錯誤 漏掉可以補充的部分 又或者你有更好的人選 可以納入其中的 都歡迎留言補充讓大家知道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bye